大家好,我是林冠英 有很多人跟我们在这十年自政兵州有什么成绩 我还记得2008年,当我们不小心自政过后 对,我们没有经验 但是我很肯定我们会比前朝做得更好 因为记得,我们没有经验赤钱贪污 所以这十年来已经证明这一点 我们在管理财务方面 可以说在全马市最佳 这个不是我讲的 这个是总警察师报告每一年证明的 每一年赚钱 我们的除息增加 这十年来已经增加超过一倍 我们最杰出的成绩 就是成功减少我们的债务 使到我们成为全马欠最少债务的总数 兵州现在欠差不多6500万 以前6亿,接近是7亿 如果跟欠最多债务 横横来比较 真的是小无间大物 横横州罢了,欠31亿 我们的红艳是要兵城成为一个国际而已 智慧的城市 要达到国际性城市 有五大中心 第一,就是要培养更多人才 要培养更多人才 当然我们比较重视科学和科技交易 平州政府在这十年来就花了7500万 来推动科学和科技交易 你一看到我们的这个科学馆 你一看到我们的数码图书馆 马来西亚第一个数码图书馆 一本书也没有的图书馆 24小时开放 马来西亚第一节 第二,低深基本设备试试 更好的水沟 更好的道路 更好的礼堂 当然更好的网速 第三,是现良好时政 基于CAT government 能干有公信力 而且有透明的证明 第四,住进一个渔基的城市 更清洁、更立化 更安全、更健康 第五,采纳永续性发展 通过四批伙伴关系 第一批,公共的市场 第二批,公共的市场 第三批,人员 第四批,专业 其实我们是不一样的 我们不一样 因为第一,我们没有资钱 我们不一样 因为我们是一个以民为本的政党 我们不一样 因为我们相信我们的人民 能够跟政府配合来解决我们的问题 我们不能够答应 我们不会有问题 但是我能够保证 当我们有问题的时候 我们不会散 我们不会躲 我们不会逃 我们会跟你站在一起 这个是我们给你们的成功 这样才能够把过去的结望 转变成希望 大家才能忘忘忘